美女惨遭巨蟒吞噬 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蟒蛇吞活人事件 没有主动攻击伤害却被活生生地吞掉 这样的事件往往几年才会发生一例 但这次事件却连续发生了三起 并且毫无预兆 这个视频你将会看到巨蟒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 2018年6月 54岁的瓦蒂巴住在印度尼西亚 穆纳岛附近的苏拉威西南海岸 这个美丽而偏僻的小岛只有650平方英里 四周环绕着湛蓝的海水和金黄的沙滩 那里的居民大多数以农业为生 还有些人在海中捕捉备受追捧的海参和丰富的鱼类 岛上的社区关系紧密 每个人都相互认识 瓦蒂巴靠种植和售卖蔬菜来养活家人 最近瓦蒂巴发现一些问题 野猪会在夜间出来吃掉它蔬菜园里的农作物 一天晚上 瓦蒂巴决定不再忍受 打算吓走这些野猪 瓦蒂巴拿起手电筒和砍刀 穿上凉鞋走出屋子 它的菜园离它的村庄大约八百米远 瓦蒂巴走出村庄 沿着小路前往菜园 菜园位于一个巨大的悬崖底部 岩壁上还有洞穴 这是蛇经常出现的地方 当它到达那里时 野猪正在菜地上翻土觅食 破坏了瓦蒂巴的劳动成果 它大声吆喝并拍手驱赶野猪 野猪尖叫着逃入森林 瓦蒂巴检查着菜地的损失 然而那天晚上 它并不是唯一寻找野猪的人 一条长达十四米的网纹蟒 也闻到了野猪的气味 正朝菜园逼近 当野猪逃跑时 蟒蛇转身攻击了瓦蒂巴 它张开大口咬住瓦蒂巴的背部 将它撞倒在地 瓦蒂巴感到被咬伤的疼痛 它跳了起来四处张望 砍刀从它手中飞出掉在地上 瞬间蟒蛇将身体盘绕在瓦蒂巴身上 瓦蒂巴被束缚得无法动弹 它的手臂被压在身下 腿背蛇紧紧地包裹着 它试图挣扎 但蟒蛇越勒越紧 它的呼吸困难 肋骨无法扩张 最终它失去了意识 这次袭击对它来说 是一种可怕且痛苦的死亡方式 它无法反击 它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 遭遇了这场悲剧 那晚蛇会袭击 它是因为野猪将蛇吸引到这个区域 同样也是因为砍伐和农业用地的扩张 森林急剧减少 野生动物无处可去 就如蟒蛇不得不穿梭在开阔的农田之间 分散的栖息地使得它们更加困难的捕食猎物 当瓦蒂巴无法再挣扎时 蛇张开大口将它吞噬 瓦蒂巴的家人注意到它没有回家 第二天早上立即通知了村庄 人们开始沿着它的脚步搜寻它 超过一百人加入了搜寻队伍 来到菜园后 他们在那里找到了瓦蒂巴的手电筒和凉血 但瓦蒂巴却消失了 就在这时一个村民在五十米的地方发出了尖叫声 他发现了一条十四米长的巨大网纹猛 蟒蛇因为吃得过饱而无法移动 搜寻队怀疑瓦蒂巴的失踪与它有关 他们立即砍断蛇头 然后几个村民将它抬回村庄 抵达村庄后 他们将蛇放在地上 拿出一把锋利的刀 在蛇的身体上划开 令人震惊的是在蛇的体内 他们发现了瓦蒂巴的尸体 它完好无损 还穿着衣服 消息迅速传开 整个社区惶恐不安 人们开始害怕在夜晚独自外出 随着农业土地的扩张 这样的报道越来越常见 瓦蒂巴的家人和朋友迅速组织了葬礼 他的孩子们不得不与母亲告别 当他前一晚离开家时 没有人能预料到 那将是最后一次与他见面 2022年10月21日 54岁的杰拉向家人告别前往工作地点 他和家人住在印度尼西亚苏门达拉岛的帕塔拉村 杰拉在橡胶种植园工作了几十年 他的工作是在橡胶树皮上画出对角线 使树滴下乳白色的液体 然后用塑料杯或椰壳收集起来 种植园广袤无垠 无数排向胶树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 但自2000年以来 印度尼西亚为了农业需要 失去了18%的森林覆盖 在杰拉工作的地方 大规模地种植着各种作物 如稻米 玉米 烟草 棕榆油和橡胶 周围是美丽的乡村景色 山谷中的潮汐河流和红树林沼泽充满生机 这片栖息地也是许多当地野生动物的家园 杰拉在黎明前离开家 他的小屋外漆黑一片 只有月亮提供了一丝光亮 牵刀后他开始专注地工作 用刀对每棵树划出对角切口 等待向胶叶流出 并收集到杯子中 然后继续下一棵树 就在这时 一只庞大的捕食者正在向他靠近 突然间他的背部感到一阵剧痛 慌乱中他手中的刀掉落 一条长达7米长的蛇紧紧地缠绕着他 杰拉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他喘不过气并被拉倒在地 蛇的束缚越来越紧 他无法移动 他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他越挣扎蛇的束缚越紧 他的凉鞋从脚上滑落 试图踢蛇 头巾也从头上滑落 杰拉感到他的肺快要爆裂了 蛇的缠绕让他无法呼气 经历了几分钟的痛苦后 杰拉不幸离世 这是一场悲剧 没有人了解他所承受的痛苦 他一生努力工作以供养家人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所遭受的巨大损失 而得到任何补偿 当杰拉停止挣扎 心脏停止跳动时 蛇松开了束缚 向他的头部蠕动 张开巨大的嘴巴 开始吞噬杰拉的身体 蛇逐渐将他整个包裹 试图将杰拉的整个身体吞下去 这条网纹网是世界上最长的蛇之一 通常长度在7米之间 重量可达75公斤 当杰拉没有回家时 他的丈夫开始担心 出去寻找他 他沿着杰拉去橡胶种植园的路径走 在种植园里 他发现了杰拉的夹克 凉鞋和刀子 他四处张望 呼喊他的名字 但没有回应 他知道他一定遭遇了可怕的事情 他跑回村里寻求帮助 一群人跟着他去往橡胶园搜寻 但直到凌晨两点都没有找到杰拉 杰拉的丈夫不得不放弃寻找 返回家中 并向当地警察报告了妻子的失踪 第二天 杰拉的丈夫与当地警方一起参与搜索 杰拉丈夫带他们去发现杰拉物品的地点 搜索持续进行直到两天后 当地居民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 一条巨大的蛇躺在草地上 几乎无法移动 他身体异常肿胀 当地人砍掉了蛇的头将其杀死 然后他们将蛇拖到一个空地上 拿出一把刀沿着蛇的长度割开 当蛇被割开后 杰拉的身体倾泻到地上 他完整无缺 这对旁观者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据村庄里的村民表示 最近在该地区发现了一条更大的蟒蛇 估计至少有九米长 他们试图捕捉他 但他逃进了周围的森林 当地人对附近森林中 有如此巨大的蛇类感到担忧 但这样的袭击事件越来越常见 网文网通常不是比人类小得多的猪 鹿 猎齿动物和猪巢的鸟类 但随着栖息地的减少 它们无处可去 与人类直接竞争食物来源 有时从一个森林区到 另一个森林地区 需要穿过人类聚居地 人类聚居地也为这些蛇 提供了诱人的食物 例如与人类接触密切的老鼠和家畜 蛇作为死亡和恶魔的象征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动物 蛇对不同的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有些人对蛇感到厌恶 一接近就会感到不安 而另一些人则非常喜欢它们 甚至养蛇作为宠物 据统计 目前有超过16万条蛇 被作为宠物养在加拿大的家庭中 由于对这些动物的繁殖没有规定 它们的行为可能存在问题 这可能导致悲剧发生 尤其是非常大的蛇 应该得到正确的圈养 并远离儿童 6岁的康纳和4岁的弟弟诺亚 受邀在隔壁朋友家过夜 去看望它们养的动物 它们对动物非常感兴趣 而且能够近距离接触动物 比去动物园更令人期待 朋友的父亲克罗德塞伊斯 是当地一家异国宠物店的老板 他喜欢向孩子们展示他养的动物 康纳和诺亚经常在他家过夜 克罗德也将康纳和诺亚 视为自己的孩子 他们一整天都在花园里玩耍 与山羊 兔子 猫和狗互动 他们抱着舌 在空的鱼缸里玩耍 结束一天的活动后 克罗德带他们坐上拖拉机 甚至让他们试着驾驶 这让他们非常开心 晚上12点左右 他们准备上床睡觉 康纳和诺亚在客厅沙发上睡觉 克罗德和他的儿子 则在各自的房间里 弟弟们一想到 明天可以和更多的动物一起玩耍 就激动无法入睡 然而那晚他们却再也没有醒来 原来他们睡觉的房间 旁边有一只重达90公斤 长10米的非洲眼蟒 上方有一个开放的通风口 这只蛇在早些时候试图通过通风口逃跑 但被卡住 这让克罗德相信这条蛇太大了 无法从洞里逃出来 所以不需要遮盖或修复通风口 但这种蛇在加拿大是非法的 除非拥有特定的许可证 因为非洲眼蟒并不友善 有时对人类具有攻击性 而克罗德却将其视为收藏品 并向人们展示 这个决定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 这只非洲眼蟒已经24小时没有进食 因此他试图寻找食物 由于营养不良 他变得非常瘦小 这使得他能够适应通风口 并找到进入通风管道的方法 他在管道中缓慢地蠕动 但他90公斤的体重 还是会产生压力 当蛇爬过客厅时 他突然摔了下来 眼蟒在面临危险时 会自然地收紧身体 当时房间里弥漫着动物的气味 因此蛇错误地认为 他身下是一只猎物 而实际上 他落在了熟睡的康纳和诺亚身上 房间里的气味 是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 因为他们一整天都在农场玩耍 但蛇无法区分这一点 所以他对待这两个孩子 就像对待其他猎物一样 起初康纳和诺亚试图挣扎 但立即被压倒 他们根本不是这种巨型蟒蛇的对手 他把自己缠绕在孩子们的脖子上 并无情地咬住他们的脸 随着蛇越勒越紧 逐渐使他们窒息 康纳和诺亚很快就离世了 虽然攻击速度很快 但蛇并没有吞噬孩子们 而是将他们留在了杀死他们的地方 他们平静躺在那里 像是睡着了一样 早上6点30分 克罗德醒来走进客厅 他看到孩子们躺在地板上 他不想吵醒康纳和诺亚 小心翼翼地走进厨房 他在厨房里不小心发出声音后 他探头出来 希望孩子们会醒来 但他们没有动 这让克罗德感觉到不寻常 他打开灯来检查 发现天花板坍塌 地板上散落着碎片 康纳和诺亚还是没有动 他开始担心碎片是否伤到了他们 随后他注意到角落里的蛇 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克罗德冲出房间 敲着曼迪的门 大声告诉他康纳和诺亚死了 曼迪听到消息后 心脏停止跳动 两个孩子的父亲前去查看后 脸色苍白 这场悲剧成为了全球新闻 成千上万的人对两个年幼的男孩 以如此不幸的方式丧生表示哀悼 兽医将这只蛇带走 接受安乐死 曼迪对克罗德提起了刑事诉讼 但他知道没有任何补偿 可以缓解他失去孩子的痛苦 案发前发现这只严蟒的居民 曾警告过克罗德 他需要尽快修理通风口 因为蛇能够逃脱 然而克罗德没有考虑到蛇的肌肉可以收缩 尤其是在他们吃饱之后 最终法庭通过三个问题来指控 克罗德的刑事疏忽 一他是否未能履行作为成年人保护孩子的责任 二他是否对孩子们的安全漠不关心 三他是否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孩子 导致他们丧生 经过三年的法庭诉讼 克罗德萨沃被判无罪 指控被撤销 尽管曼迪对结果感到失望 但对他来说这已经无关紧要了